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纤维菇炒完了以后会特别滑 鸡腿菇像肉一样 两个花来看会带动它 也会口感 就是你让蘑菇更嫩滑一些 然后我们搭配了瘦肉 这边的青红椒是作为这种辅料 作为点缀一下 那蘑菇是不是要汆烫 要稍微汆烫一下 那这边我们来烧热水 这边可以腌制 对 我们肉类可以腌制一下 这边烧热水的时候你就开始来腌制肉了 德德特别喜欢在腌肉的时候放上地瓜粉 对 这次我们就不用酱油 我们来打开 对 我们用一点油气去腌一下 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 教给大家很多腌肉的方法 是的 德德今天教给大家的是其中一种 然后放油 放淀粉 第二种方法 就是你可以直接在里边加入适量的水 和一点点的底味 然后给它上上肉胶 这个时候你炒出来的肉也会比较滑 是的 那第三种就是用鸡蛋清 但是鸡蛋清它有一个弊端是什么 就是在你划炒的时候 它容易产生像雪花一样的这种东西 就会影响炒盘的美感 是的 我生姜切一点 德德我们这边的水好了 那行 我们可以放进去 这个菇全部都放进来吗 对 切好的全部放进去 那这个蟹味菇呢 也全部倒进去 反正是杂菇嘛 它炒完以后会特别少 我们其实在家里也经常会做一种汤 叫杂菇汤 杂菇汤 对 那杂菇汤也是用不同的几种菇呢 然后进行 汆烫完了之后呢 给它来进行煮汤 这里边是不是要放什么调味料 放一点点盐跟油一点点 一点点的盐 那我现在就来帮你加吧 你就直接来处理这个辅料 然后还要加什么 油 还要加油 为什么要加油 让它那个更滑嫩一点 更滑更嫩 对 蘑菇不能炒时间长吧 对 也不能够汆烫时间长 对 就是水一开就可以捞起来了 现在水开了 我现在可以捞了吗 对 可以捞了 可以捞了 这个工作呢 就是打下手的工作 就来交给我来完成 然后呢 主厨一般都是比较重要的 像你这种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刚才放进去的这个菇呢 本来是非常多的 但是呢 汆烫完了以后呢 它只有一小碗的这种量了 而且加了油 加了盐之后呢 这种菇呢 能够去除它的这种腥味 还能够呢 让它的面上的更亮 那我们这个菇捞出来之后 我这边是可以 烧 起火了 起火 然后呢 这边热上锅 等会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炒制了 三鲜 它的哪三种鲜味 两种菇 首先也是鲜的 然后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 我们的里脊肉 也算一鲜吗 我知道了 你的这种三种鲜 就是两种蘑菇的鲜味 和这个里脊肉的鲜味 就加在一块就是三鲜了 那如果加上这个青红椒的鲜 那不就是四五鲜了 这个是 我们这个是叫辅料器 只是一个辅料 多亮哈 对 我们可以加点油 这个油稍微要 多一点 因为滑肉的时候 一定要多一点 对 而且你这个腌制过了 里边是有淀粉的 对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料 先来给它边虾了一下 对 我给稍微 直接简单的 出香就可以了 我们这道菜呢 不需要像你们客家菜一样 把这个蒜头啊 焦黄焦黄的 好嘞 现在我们肉就可以倒进去滑一下 火可以呢 这个时候呢关到中小火 好 划炒肉 好嘞 在这里呢给大家教一个小窍门 如果呢腌制完的肉 比如说裹上地瓜粉的这种肉 要滑油的时候一定聚着 油温呢在四成 就是呢 不要太 先热锅 然后呢把油倒进去之后呢 一定不要用热油去滑肉 容易 要用冷油去滑肉 它就不会粘连 而且呢会更快地滑散开来 你看一会儿的功夫现在就已经滑开了 而且肉呢也已经变色了 这个锅不用了 不用了 不用了 然后呢我们可以呢把这个锅放在旁边 好 那现在就我们可以调料了 因为这个先放进去 清红椒 给它断生一下 对 断生一下 因为蘑菇已经熟了 对 好 我们现在可以调味 放调料 我们有用到蚝油 很鲜 对 其实其中的一个鲜应该就是蚝油的鲜 好 蚝油 第一个是提鲜 另外一个是让它上色 盐巴一点点 比较土味来一点点 因为加了蚝油 我们加盐的时候呢 就可以了适量 黑胡椒 黏膜的黑胡椒粉 对 也可以先买好的 那我磨好的 也可以 而且你知道 就是在用这个铲子 在轻轻的搓这个肉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肉是非常嫩嫩 对 好嘞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倒下去 蘑菇 还是需要有一点点的这种汤汁的 对 好嘞 把它们倒干净 然后现在继续开始翻炒 对 把它味道全部匀匀匀 里面其实就加了蚝油和一点盐 对 鸡粉到最后起锅 还有黑胡椒 对 加了黑胡椒是有点西餐的那种味道 来我们要开大火 因为要大火收汁 你如果觉得这个蘑菇的颜色呢还不够深 我们就是还可以再加点什么 橡油啊之类的 对对对 就跟其个人的口味 对但是炒蘑菇的时候 其实原则上是要保证蘑菇的这个颜色 如果你给它炒的黑胡椒呢 就不是蘑菇那是香菇了 所以加的时候要注意看看 蘑菇已经好了 这个汁已经收得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最后呢给它撒上 鸡粉 好嘞 来一些 再次给它翻炒融合 我们这道菜呢就可以装馋了吧 对 三鲜蘑菇制作完毕 那这个时候呢一起回顾一下整道菜的制作过程 三鲜蘑菇需要准备的原料有杏鲍菇 蟹味菇 里肌肉 红椒 姜蒜和一些淀粉 调料是蚝油 盐 黑胡椒和鸡粉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做法 锅里水烧开 军菇倒入锅里 再加入油和盐 汆烫一分钟左右 烙出 热锅热油 炒香姜蒜 倒入用油和淀粉腌制的肉条炒滑 再加入红椒 蚝油 盐 黑胡椒 蘑菇 一起大火爆炒 起锅前再加入一点鸡粉提鲜即可 对于防病保健而言 我们的饮食应清淡一些 平时多吃一些诸如木耳 蘑菇 香菇等食用菌 它不仅味道鲜美 营养价值极高 更是富含各种氨基酸 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 清肠养胃 起到养颜抗病毒的功效 德德可能在家里就是炒这样一盘菜 配一碗饭或者粥就可以了 其实你知道蘑菇炒肉这样的一道菜 适合搭配很多的这种 牛肉鸡肉 对 都可以 然后呢 而且你还可以下一碗面 对 然后呢 直接拿来拌面 其实蘑菇呢 特别的好吃 但是呢 做法呢 是多种多样的 我们可以呢 搭配你刚才说的这个肉类 当然蘑菇呢 也可以呢 和海鲜的一块呢 进行一个会 同时呢 也可以呢 和青菜 然后也可以会做成一个上汤的一种 对对对 菜根 低脂肪 蛋白质含量好 然后呢 氨基酸含量好 维生素含量好 所以呢 这个蘑菇呢 多吃有益于我们人体健康 是的 那么经过我们的这个创意 经过我们的这个合理的搭配 能够让蘑菇变换出不同的美食佳肴来 谢谢德德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